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同 我们一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我们的主 因为主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同来高声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 虽然道路崎岖很难陷阻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胆死中胆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山为我躲开 大海游路出来 我要大声寻导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手上的命痕 彰显示世家大爱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虽然道路崎岖很难陷阻 大海游路崎岖很难陷阻 大海游路崎岖很难陷阻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一直都在 你保守我的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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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大聲宣告耶穌 你一直都在 我要大聲宣告耶穌 你一直都在 主啊 我們感謝你 我們宣告你永遠都與我們同在 主啊 你在經上說 我以永遠的愛來愛你 因此 我以慈愛來吸引你 主啊 我們感謝你 是這樣的愛我們 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 主啊 你就已經愛了我們 弟兄姐妹 我們一起來唱下面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一同來思想 主給我們的愛 主啊 在我們看見 看不見的地方 他都一直這樣地 深深地以他的慈愛來引領我們 好 我們一起來 請愛你 寶貴耶穌 請愛你 寶貴耶穌 你愛 何等的感 甜 我的心 寶貴耶穌 你愛 何等的感 甜 我的心 寶貴耶穌 神 被你吸引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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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喜樂 一聲愛你 一聲敬拜你 我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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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hren 我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亲爱的 宝贵耶稣 你安和的甘甜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喜乐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一生涌来 一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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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以你受的鞭伤 我们便得了医治 阿们 耶稣背负世家 为我淡淡过来 毫无保留为我 舍命在世家上 你受鞭伤 我的医治 你受刑罚 我的自由释放 十字架 十字架 耶稣以爱覆盖我 十字架 十字架 你保鞋为我留下 十字架 十字架 我的救赎的记忆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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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永远的荣耀 耶稣背负世家 为我淡淡过分 毫无保留为我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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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鞋为我留下 十字架 十字架 我的救赎的记忆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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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永远的荣耀 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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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ana,Hasana,Hallelujah 荣耀归于至高真相 环游气息 荣耀敬拜你 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 以马内力 神与我们同责 耶稣以恩典代替周祖 一起来 Hasana,Hasana 和平君王与我们同处 Hasana,Hasana,Hasana Hallelujah 荣耀归于至高真相 天时天晴 其身赞美 Hallelujah 天时天晴 其身赞美 Hallelujah 天时天晴 其身赞美 Hallelujah 天时天晴 其身赞美 天时天晴 其身赞美 Hasana,Hasana Hasana,Hasana Ha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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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主呀 荣耀归于至高尘神 荷萨纳 荷萨纳 荣耀归于至高的主 主啊 你是那坐在宝座上的荣耀君王 主啊 今天我们聚集一起来赞美你的时候 我们纪念你为我们的舍命 你为我们的复活 你也将来必为救赎我们而再来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恩典丰富的预备 我们愿意我们的敬拜 可以达到你的宝座面前就蒙你的悦纳 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恭恭敬敬地向你交托 圣灵啊 求你来 打开我们的心 使我们更认识你 我们如此祷告 侍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谢谢敬拜团带给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我们继续来讲寻求真理系列 那么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巴别塔的启示 想了很久才把这个题目定下来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所以好难去用一个短语把它说出来 那这个不光是很重要 它也是很有意思 以后我们就来看 巴别塔他在神学位置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他对理解什么是整全的救恩 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整体能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并且去理解神他的救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这一个巴别塔的启示 我们就是一定要仔细把它讲清楚 本来上周呢我们是结束在这个圣约的关系这里 我们说神他把一道彩虹化在空中 他与全地立约 这奠定了人类救恩的一个基础 也是要呼应启示录新天新地 那么神与人的这个约究竟是如何开展 一步一步展开来 好让我们明白神他究竟他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在教班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救吗 我们说不是啊 一定是要有信心啊 信主的人才能得救 那为什么一定是要相信耶稣呢 那这个信心和不是所有人得救 这些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在我们进一步去把这个约展开之前 我们不得不去仔细去看的 就是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哈 巴别塔的故事 因为它真的很重要 我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就证明它真的很重要 那么因为很多人会错误地认为 巴别塔发生在诺亚洪水之前 你有过这样想吗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真的会这样这样想的 我觉得巴别塔是一个人们犯罪的一个高峰 抵挡神 所以我理所当然认为 先巴别塔再诺亚洪水 有多少人像我这样想的 还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啊 我真的是这样想啊 后来真的是在研究 在学了神学之后 我才发现哇原来巴别塔 它一定发生在洪水之后的 这个order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它似乎不合人的逻辑 可是它符合救恩的逻辑 所以巴别塔是发生在洪水之后哈 我们仔细来看洪水之后发生了什么 因为今天的经文跨度很大 所以我不就不齐读了哈 那我只是来给大家讲 在九章的十八到十九节呢 你会发现挪亚一家开始出了方舟了 这里是总说哈 他就说挪亚出方舟的 就是挪亚的儿子就是陕韩雅佛 韩是迦南的父亲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韩是迦南的父亲呢 别的都没有说呢 因为创世纪是神默示给摩西的对吗 那摩西是什么时候写 这些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纪 利未纪民数纪生命纪的呢 摩西是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他们在旷野这些年 他发现他进不去 不能直接进入迦南地了 那神启示他摩西五经的时候呢 他是讲给未来要进入迦南地的 以色列子民听的这一些的故事 所以呢 那我们看到说他特别提到说 韩就是迦南的父亲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未来要对付的 就是这些迦南地的人 那他说这是挪亚三个儿子和他们后裔 分散在全地 所以这里是总说 那么洪水之后 就他们又开始繁殖了 那这四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二十节到二十九节 就说了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他说挪亚做起农夫来 栽了一个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怎么样 就醉了 挪亚醉酒了 并且他醉酒 他还不是一般的醉 他怎么醉呀 在唱篷里吃着身子 我们不知道挪亚发生了什么 可是我们真知道 在挪亚 他一辈子六百年前生活的背景 是一个很淫乱 很悲逆的时代 反正挪亚就是继续去喝酒 然后呢就醉了 还吃着身子 然后迦南的父亲韩 特别提到 是这个迦南族 他的父亲韩 他怎么样呢 他呢 看见他的爸爸吃着身子 就到外面去告诉他的两个兄弟 于是两个兄弟呢 陕和雅佛就拿衣服进去 退着身进去 不要看见他的爸爸 然后呢 给他父亲盖上 他们就背着脸 不看见父亲的赤身 挪亚醒了之后啊 就知道这些事了 挪亚就开始咒诅了 说迦南当咒诅 你必然给他的兄弟做奴仆 所以我想摩西就是告诉以色列人 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迦南人就是给你们做奴仆的 你们千万不要怕他们 好的 那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你会看到是说 挪亚似乎经历了审判之后 他还会继续犯罪 还会醉酒 醉酒也不知道为啥 还会赤身 然后呢 迦南确实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嘲笑他的父亲 对不对 那你看 闪和亚佛呢 似乎挺好 很尊重爸爸 对不对 可是后来挪亚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呢 圣经没说 那我想圣经可以有一句经文可以解释 就是嘴唇不解的人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 应该不是迦南到处嘚瑟 我估计可能就是闪和亚佛 跟他爸去邀功 I don't know 但是你会发现 哇 人的罪性似乎并没有认为审判就结束了 他们已经看到了世上最大的那个审判 这八口人 可是他们依然还活在那个罪行当中 换句话说 审判并不能解决罪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洪水之后的一个现实 所以呢 接下来他到第十章 他就开始记录各种家谱 说挪亚的儿子 闪寒亚佛他的后再记在下面 洪水之后都生了儿子 然后他先说了 正常来讲 这个家谱很特别 从十章的一节 如果你看今天单章就特别长 我说哎呀 感谢雅妮啊 他居然能把这些都打进去 好不容易啊 十章一节开始 实际上一直到十一章的第三节 他都在讲家谱 所以这一个家谱 在圣经当中有三个特别之处 第一个特别之处就是 他特别长 他用两章去讲这个家谱 第二个特别之处呢 就是他不是按顺序的 正常我们讲家谱就会说 挪亚的儿子是 闪 寒 雅佛 所以闪的子孙记在下面 寒的子孙记在下面 雅佛的子孙记在下面 对不对 可是他是倒着来的 他从雅佛的儿子开始说 所以这是一个地方 十章的一节说 雅佛的子孙记在下面 然后十章六节又说 寒的子孙记在下面 然后到后面 十章的二十一节又说 雅佛的哥哥 闪的子孙记在下面 所以 家谱其实是很头疼的 我们先不讲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家谱很不一样 它不按顺序 而且它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家谱当中啊 我又翻不动了 下一节 又死鸡了吗 好吧 寒的儿子孙在下面 然后呢 他就开始说 这些人呢 他们就各随各宗 然后他就继续往下 如果你会发现 他有一句话反复重复 就是这些人的后裔 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 各立宗国 对吧 他反复地去强调 然后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呢 他就说 亚佛的各个陕又记在下面 然后到三十一节就说 这些都是陕的子孙 他们各随各的宗族方言 所住的土地和邦国 然后他就是讲到了 十一章一到九节 有一个巴别塔 然后 大家不要去看 小字就是故意不让你看的 就是十一章一到九节 似乎是插在家谱中间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到十一章的时节 他又说陕的后代记在下面 洪水之后二年 陕一百岁生了亚法萨 然后后面细细麻麻细细麻麻 全都是家谱 你也不用看 所以我想让大家看到的就是 巴别塔似乎是 在家谱当中的一个插序 当大家是记录洪水过后 人类繁衍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巴别塔的故事 那么这个头痛的家谱 我们回头再去有时间再去谈 那我说他插序不仅是因为他在位置上 他是放在家谱当中的 放在十章十一章当中的 更加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原因 好你看十一节 十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那时都是一样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哎不对啊 第十章我们刚刚读过什么 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土地和邦国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 哎其实十一章是发生在十章之前的 但是他加在这儿呢 就是让你看到是说突出这个这一个插序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我们来看说 哎这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究竟讲了什么 他说哎洪水过后人们开始繁衍了 洪水过后人们开始各声各的 然后各讲各的 那个时候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是一样的 在世界恢复生机的时候 在似乎人们开始一个新的order新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你会 会问什么样的生活呀 洪水过后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第二节他说 他们往东边怎么样 迁移的时候在士拿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往东边 东边是哪呢 我这个图你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可是在那个绿色 整个一个圈最上面有一个三角形 那个就是亚拉拉山 所以东边 那大家都会认为 它是在亚拉拉山的东边 当他们从方舟出来 方舟是不是停在亚拉拉山顶上啊 所以他们开始往东边迁移 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非常肥沃的平原 那历史上就是米索波达米亚平原 是两河流域 我们小的时候学过吧 又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哎呦那个地方太肥沃了 所以在地理上称那个绿色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叫肥沃的半月地带 那个地方特别肥沃 到今天还是肥沃 一挖就全石油啊 你想想看有多肥沃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就迁移 迁移之后呢就住下来 像极了一个移民的经历 他们迁迁迁迁到 这个地方不错 我就住下来了 那他们住下之后 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啊 那么三节到四节一起来读一下吧 好吧 来一二 他们彼此商量说 来吧 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 又拿石漆当灰泥 他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座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哎对了 很多人说在巴别塔的时代 人们已经到非常先进了 要不然他们怎么造那么高的塔呢 所以那个时候有没有大吊车 我们不知道 那个时候先进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圣经说 哎他们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基本的技能 他们会做砖 还能把砖烧透啊 他说彼此商量 他们到那个地方住下来 住下来之后就开始 做大事 这个大事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商量 咱们要成功 咱们要成为大 其实成功不是罪 想要成功不是罪 想做大事也不是罪 可是你会发现 在他们做的这个事情里面 他们犯了两样的罪 是什么呢 第一他就说 来吧 我们要建座什么 一座城 一座塔 塔顶怎么样 通天 为要什么 传扬我们的名 哇 这是什么 我都觉得这不是偶像崇拜了 是要把自己当偶像 这比偶像崇拜还要厉害 这不是说去拜偶像 而是说我们要成为那个偶像 让大家传扬我们的名 我们在一个高天的塔 在一个那么高的塔 然后呢 他说 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 所以他们第一个罪 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偶像 如神 这个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讲的那个 就是骄傲的罪 如神 我想成为神的样子 然后呢 第二个罪就是 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 为什么这是一个罪呢 大家可以想象吗 咱们别分开 咱们天天在一起 咱们在一起 真好 哎呀 我跟你讲 中国人特别不喜欢分开 一定是 又又是多情自古 上什么 离别 不行 咱们一定要在一起 咱们不能分 这个是抵挡神心意的 为什么 因为神 说得非常清楚 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怎么样 变满地面 当神在跟全地重新renew 重新立这个约的时候 神还是让他怎么样 变满地面 让他们分散的 让他们分散在全地 所以 聚敛成为大 一定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一定是让这些人 可以去成为多人的祝福 就是走出去 所以他们在这里 放了两个嘴 就是我要成为神 我要建一个高塔 传扬我的名 再一个呢 就是 哎呀 咱别分开 咱千万别分开 大家好不是问题 所以我就说 当一个教会发展的时候 大家彼此关系很好 这是很好的事 不是问题 可是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警示 因为当我们关系 很好的时候 别人就很难融入进来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关系好 目的是 我们可以将这个好传出去 让大家分散开来 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 该有的一个价值 所以教会 也不能去建一个巴别塔 就是这样子 教会可以成为大教会 没有问题 可是成为大教会的目的 一定是为了分散 如果我们就是说 看我们教会多好 哎呀 我们这是地标 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把所有的小教会都吞并了 那不合身的心意 所以这个是在这里 巴别塔的一个歧视 就是人们其实还是犯罪的 其实你会发现 我记得我曾经讲过 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 人们从古至今 就是犯这两个罪 就是离开神 第一个离开神 然后呢 为自己找一个池子 就是破碎不能成水的池子 就是去编织一个梦想 其实这个梦想是抵挡神的 然后来了巴别塔事件的高潮 哎呀 我这咋看不清啊 这谁又把我的 这个童有鱼给那个了 好吧 那十一章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好不好 来 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成和塔 好了 我们就读这一节 哎呀 我觉得这一节一定是巴别塔 那个点睛之笔 会让你读《性经》特别有兴趣 你读这一节的时候 你开心吗 你觉得搞笑吗 他们说来吧 咱们一起建一个塔 大顶通天 老高老高了 就像神一样传扬我们的名 他那个塔一定是已经很高很高了 通天了 他们觉得没有人比我们再高了 我们就是神 然后呢 耶和华怎么样 降临 你能想象吗 耶和华瞅瞅 你们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塔 很高很高 耶和华要下来看看 哎呀 真的是太讽刺了 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这世人造的究竟是个啥 然后呢 第六节 耶和华说 看哪 第六节好难 他说 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语言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很多人呢 读了这句话之后呢 就会说 神怕了 神怕人变得强大 这个神呢 人如果强大 会把神 就是神的荣耀都抢走 神怕了 所以呢 神呢 就开始辩乱他们的口音 让他们不能沟通 你觉得是这样吗 究竟谁该怕谁呀 你说 那个 他们建了一个很大的塔 他们很厉害 很高 然后神 还得下去看看究竟是啥 然后说 哎呀 你看 他们无所不能了呀 什么都行了呀 算了 我们让他们语言不一样吧 神怕了 神怕我们才会这样 真的是神怕吗 真的是神怕我们强大吗 我想神怕的是什么呢 神可能真的是怕 神怕的就是在这第六节 后半节 他说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如果把所要做的事 换成所要做的恶 你就能明白了 在神看来 他们做的所谓的大事 都是抵挡神 神说 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 再这样下去 那我就不得不灭了他们了 就是这些人 人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这个我还怎么办 好吧 那让他们彼此言语不通吧 所以你会看到 我在这里特别 我在讲稿上特别写了一个探字 哇 真的是探啊 探惜啊 人如此骄傲 以至于审判过后 以至于洪水过后 他们都不再惧怕了 他们经历过 他们的祖辈经历过 他们甚至亲身经历过 过去那些时间 他们不太惧怕了 我在想 他们这种不惧怕神 是因为神给了彩虹的恩典吗 是吗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常常背逆神吧 我们也常常不怕吧 我们也常常自己为义吧 是因为神真的一直怜悯我们吗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怜悯究竟是什么 我们似乎就不要那样了 对吗 所以人真的是很放肆 所以你在巴别塔这个事情上面 你就会看到 人的罪性是如此的无可救药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圣经里面 在神学上面 巴别塔一定是发生在洪水之后的 就是让你看到 巴别塔事件 它的标志是什么 就标示人对上帝的悖逆 已经达到了那个顶峰 就是人的悖逆 人的那个罪 是没有办法靠着审判来终结的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让人明白自己的本性 在巴别塔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最要看到的就是 我们自己就是带着罪性的人 这就是人的本性 只有当我们明白 我们罪性的本质的时候 我们才能更多的认识神的恩典 否则 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家中说 谁有恩典回头继续犯罪 谁有恩典继续犯罪 然后呢 你最后自己都不明白 自己究竟再没在恩典里头 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来聚会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说 每一次让大家定罪 说你一定是个罪人 No 而是在这个罪性的本质上面 我们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 因为只有知道这个本性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爱 甚至保罗他都说自己是什么 罪人中的罪魁 对吧 只有当我们明白这个本性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本性的时候 我们才能明白神的爱 所以我们就总结一下巴别塔 我把创世纪的第三章和第十一章 做了一个对比 如果你看不清楚不要紧 我可以帮你来讲一下 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和第十一章 你会看到当他对比起来的时候 第三章就是亚当夏娃犯罪 第十一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巴别塔 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要如神而犯罪了 对吧 他们吃那个果子也是撒旦诱惑他们说 你吃了就可以像神一样 我们之前讲过创世纪第三章 人真是没有安全感 你本来就是有神的形象的 你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然后你还非得要吃个果子 表示自己像神一样 No 这就是人骄傲的罪 非得用自己去证明一下 然后当他的罪性越来越显露的时候 你看创世纪第三章 当神来看他们的时候 神也是什么也没做 天起的凉风 他们那个时候没衣服穿吧 神就让他们刮一点风 就让他们显出他们的罪来 巴别塔也是 神下来看看 看看他们做什么 然后创世纪的第三章也是说 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了 能知道善恶了 恐怕他们伸手 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 就永远活着 为啥神不想我们永远活着 神当然想我们永远活着 神想我们永远活着 可以永远活在他的生命里面 而不是永远活在罪里面 所以当我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神去宣布这个审判的时候 甚至是让他们的语言变乱也好 甚至是让他们 把他们逐出乐园也好 其实都是为了去救赎他们 把他们从这个罪性根本上去救赎出来 所以很多人呢 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 这是我们传福音最大的一个障碍 对吧 当你去传的时候 你说教会好 教会有吃的 老多人来了 你跟他说 你是个罪人 你需要来教会 他不愿意 上次基奥班一个姐妹说 她开始生病的时候 她有一次生病和住院 然后她的一个朋友就带她去教会 然后就说 牧师为她祷告 她是一个罪人 然后她特别生气 再也不去那个教会 后来她生病了 她又牧师去给她祷告 她说是一个罪人 然后说罪是什么呀 哎呀 罪就是贪婪啊 骄傲啊什么 然后她说 你早说呀 她以为她被论断是个罪人 当然我觉得她说得很可爱 可是我在想 真的 我误会这么多年 我发现最难的一件事 真的最难的一件事 就是让一个人心甘成愿地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放下我们自以为意的那个骄傲 所以当神真的是显明 借着巴别塔事件 来显明人本身的罪性的时候 神并非是要condemn 并非是要去judge我们 去要审判我们 而是神借着巴别塔 能够让我们看到说 他提供了一个救法 那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看完 这个救法是什么 第八节 我们来读一下八节到世界 好吗 来 一二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 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 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 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就是变乱的意思 神闪的后代记在下面 好吧 那么后面就继续说了 好 继续下面的家谱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是说 神说了 也这样做了 于是神就把他们分散在地上 哎呀 神让他们的语言不通他们 就再也见不了那个塔了 你说他们得多厉害啊 他们所有的能力都是建立在神 给他们的恩典之上的 然后神就说给他们分散一下 语言不通 他们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啊 那么在所有的这里 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回应 人的这个极大的恶和罪的呢 那在这个八节到九节 我们看到表面上 第一神使他们分散了 对不对 不要再聚集 他们要分开变满地面了 第二呢 神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 变乱了他们的语言 所以无论是在伊甸园 他们犯罪 还是在巴别塔 甚至在今天的这个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对我们的处理 真的是手下留情的 对吧 神从来都没有说 这个人他亏缺了我荣耀 算了我弃了他 我再造吧 亚当夏娃 我不要了 我再换一个 没有 神永远都是手下灵情的 神可以把这些人就灭了 对不对 你们都经历了洪水 你们都经历了一次审判 反到巴别塔洪水之后 你们犯更大的恶 还要如神 还建个塔顶 还要通天 还上墙 还怎么着 所以神可以灭了吧 没有 神就是让他们分散 并且 神的恩典是无尽的 是无尽的 为什么说是无尽的呢 你看八节下半节 他说 他们就停工 不再造那城了 如果你再读到这 你还觉得 哎呀 神真的害怕人 不让他们建造 你就真的是不明白 神是怎样的神 你想想看 如果这些人 永远聚集在一起 花上他们一辈子 两辈子 足足备备的精力 要建一座塔 一定要高高高高 高到很高 比神都高 他们一定是绝望的 对吧 因为一定做不到 所以当神去止住 他们的恶的时候 那个都是无尽的恩典 你知道吗 当有的时候神出手了 在你的生命当中 给你了某些挫折 让你停止再去做恶的时候 你会觉得 神啊 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 为什么怎么样 这个非得我 我经历这些 你知道那都是神的恩典 让你不要再下去犯错了 让你不要再走一步了 所以当神说 那人他们不能再造那城的时候 这是恩典 对吧 我说这大家能明白吗 因为不是恩典的话 你就再想想 那他们就一许造下去 一直造到公元2240年 2024年 然后他们还没造成那个塔呢 还没通到天呢 还没传扬到他们的名呢 他们真的是 永远 这就是一个幻灭的一个盼望 不会得到成就的 所以 那我们来看 上帝他整个 所以我们得到一些原则 我们得到一些原则 就是上帝对罪的回应 它是有一个pattern的 我记着我在讲创世纪的 一到六章给大家总结过 那么有些人可能忘了 那我们再回头来总结一下 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呢 上帝通常会要宣布审判的 因为上帝一定是那一个公义的神 对吗 神不允许罪的 所以当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时候 神说你吃果子的时候必定死 这就是神的审判 对吧 所以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要宣布审判 可是神在宣布审判和执行审判之前之间 神会给恩典 这就是神从古至今对待我们 对待人类罪的一个方法 我在说哈 你想想看你的生命里是不是这样 当你犯罪的时候 神会宣布审判 说哎 这个是错的 然后在他执行审判之前呢 他会给你恩典 而通常这个恩典呢是有记号的 是有记号的 那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之前我讲过 亚当夏娃他们在异点园里犯罪了 对吧 那神宣布执行审判是什么 你们一定要不能在我面前永远活着了 把他们逐出乐园 对不对 那么在真正被逐出乐园之前 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们用树叶做了衣服 可是神为他们做了皮衣 这是恩典的记号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哈 你可以回去再听 然后 该隐 该隐他杀了他的弟弟亚伯 那神宣布审判说 弟不再效力 并且你要流离 你不可以住在一个地方了 你要流离奔波 你到处逃亡了 然后该隐说 诺诺诺诺 我的审判太重了 见了我的人就要杀我了 所以在他流离之前呢 神给了他一个记号 免得人见着他就杀他 在创世纪的四章十五节 那么在挪亚的时代 全地都犯了罪 神说我要降洪水 可是神降洪水和真正洪水到来之间 有了一个恩典的记号是什么 就是挪亚方舟 对不对 神并没有完全毁灭 神还留下了恩典 就是挪亚一家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 到了巴别塔时代 大家自己要动脑筋啊 到了巴别塔时代 人们犯了扇子 哎呀 真的是 罪大恶极的那个罪性都显出来 那样的罪 神宣布审判了吗 宣布了吗 神宣布的审判是什么 我要辩乱他们的言语 对不对 他们就不能再这样做了 那最后神执行审判了吗 执行了 言语真的变乱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很多人有学外语的痛苦呀 神真的执行审判了呀 言语真的变乱了呀 真的分散了呀 那么在宣布审判和执行审判中间那个恩典的记号是什么呢 不再建成是一个结果 他们没有办法再建的 对吧 你可以想想吗 笑 因为不是上课 所以我就不能跟大家讲 就不能再问大家了 可是我来告诉大家 神在那里他们辩乱了言语彼此不通 其实神完全可以把语言在人身上拿走的 对吧 小动物之间也不会说话 也可以沟通一下 交流一下 所以神完全可以不给人这个言语的恩赐的 言语真的是一个恩赐来的 对吧 但是第十章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整体看这一段 第十章里面神说什么 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土地和邦国 也就是说当神变乱他们的时候 神还给他们恩典 就是有一群人还可以彼此沟通 有一群人不至于跟 就是彼此之间都没有办法交流 所以方言语言就是神在那个时候给出来的恩典的记号 所以在这里我要说很多人认为方言就是神让我们变乱 言语不通是一种咒诅 那我只想说不是咒诅 这只是犯罪的结果 当人去犯罪的时候一定要承受那个结果的 那个结果就是神让他们语言再不通了 所以我们说哎呀怎么就是真的是这个学外语太痛苦了 很多人会说谁学的好 我们就会说哎呀他有言语的恩赐 可是终有一天神会把这个咒诅变成祝福 终有一天什么时候呢 五旬节的时候感谢赞美神啊 就是在耶稣复活以后 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九到十一节 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 我不读完了他已经来了 弥索波达米亚等等这所有的人 他们十一节他们都听见 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述神的大作为 在那个时候似乎这个所有的方言 这种言语的界限被什么打破了 他们都在说别国的相谈 然后他们都在讲讲述什么 讲述神的作为 这就是在复活节以后 在耶稣复活之后 神真的因着耶稣的复活 把所有的咒诅都变成了祝福 而这个祝福终将是在什么时候完全临到呢 就是在启示录我们一起来读 来一以二 主啊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阿们在那个时候 在白座大宝座前 万民都是在来敬拜神的 我们都是用同样的语言来敬拜神的 在那个时候 我们发现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痛苦 不再有罪的挟制 那个就是我们最终得自由和释放的时候 然而今天我们信主了 我们说那个时候的自由 今天你就可以经历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那个时候的喜乐 今天你就可以经历 就是神他的同在 他的灵在与你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候的释放和祝福 今天你就可以经历 就是你来到神的家中 来到弟兄姐妹的团结当中 在教会当中你来经历主的应许 那个时候的祝福 今天你就可以经历 就是因为主在那个时候 为我们设立了他的圣餐 大家还记得吗 耶稣基督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要先急着拿 我们上一个系列讲过 在一副所述里面 耶稣基督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希望我们可以和他一样 因为我们就是 本身就是有神形象的人 我们本身就是应该和他一样的 我们不是要如神变得骄傲 而是和他一样成为谦卑的样子 所以耶稣基督想你跟他同在 他设立了圣餐 他愿意长长的尾身在你里面 也希望你可以借着这个圣餐 尾身在神里面 已经受洗 还没有拿到饼和杯的肢体 请你示意一下 因为按照教会的传统 我们的圣餐是向那些 清清楚楚地明白 这饼和杯含义的人开放的 为了保护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受洗 或者你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 这饼和杯意味着什么 请你暂时观礼 我们拿到这饼和杯 我们可以彼此等待 哥林的前书是一章这样说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注谢了就掰开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主耶稣一定跟我们立约 这个约是我们一点一点去敞开的 慢慢去学习的 可是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这种根深蒂固的罪性 可以因着与耶稣的同在而被解决 不是我们解决 是耶稣解决 愿我们个人很清楚地知道 这饼象征着他的身体为你舍 我们也靠着主的身体 活在他面前 我们一起来领受 我们拿着杯也是相互等待 饭后他又照样拿取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着饼 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弟兄姐妹 当我们手里拿着杯 象征着耶稣的宝血 我们领受着杯之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要活出耶稣的形象 只等到他来 愿我们个人都可以有着生命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领受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预备了救恩 预备了救法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 我们的本性 不过是一个罪人 愿我们可以 因着这样的本性 就盼望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 让我们真实地与你连结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主的名 Amen 好的 我们现在请Rachel 为我们做报告 大家早上好 我的名字叫Rachel 我是嘉烈山教会的 知识之一 我们今年的11月17号 我们将借此机会 去来感谢我们教会里面的牧师们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 思考一下 在你的祷告当中 想一想我们如何去感谢 感谢为我们家人 和你自己 在这一年当中服务的人们 所以欢迎大家 给他们写一封邮件 或者给他们写一封祝福卡 来表示你对他们的感谢之情 那么我们在11月17号呢 也会以一种奉献的方式 以大家的实际行动 来表达你们对牧师的感谢之情 这一次的奉献是我们平常的 11奉献之外的奉献 而百分之百的奉献 会用于对教会牧师的感谢当中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们牧师组的支持和感谢 谢谢 谢谢 成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的一员 都欢迎你来报名 来参加这一个欢迎新朋友的午餐会 那么同一天呢 也是12月24号 中午12点到下午3点 会有小组长 以及各个部门核心同工的会议 还请大家预备时间来一起参加 12月14号 就像我们之前几周报告的 会有一个报家音的传福音的活动 地点是在我们苏里的Central City 那如果有感动 想参加这一次的服饰的 大家可以在咱们今天 第二堂礼拜结束之后留下来 另外呢 就是咱们中文部 加略山的中文部 正在聘请一个兼职的行政助理 那如果有这方面天赋 有意愿想要参加的呢 大家可以发邮件到 heather牧师的 heatheratcalvary.ca的这个邮件里面 去报名 那如果记不下来的 一会儿到后面后台 我们有同工把这个地址告诉大家 最后一个报告事项 就是咱们本周三 晚上的7点到8点半 中文祷告会 依然线上线下 一起同时进行 好 我们继续敬拜 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来为我们教会的奉献 来做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这样丰丰厚厚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主啊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 不光是有金钱 还有才干 主啊 就求你能够感动 弟兄姐妹帮我们当纳的 归入你的仓库 主啊 也求你大大的来使用我们教会的奉献 主啊 能够让它成为你福音的种子 主啊 也能够让它成为你祝福的管道 天父 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的宝贵是名而求的 Amen 好 我们教会目前的奉献 还是有三种的方式 一种呢就是可以在后面有奉献带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在我们教会的官网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邮寄支票 到教会的办公室 好 那么现在我们有请Pastor Steve 为我们祝导 Good morning Church Good to see you all today 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能够看到你们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praying for me last week I wasn't feeling well and woke up on Saturday morning and Sunday with no voice 非常谢谢你们上个礼拜对我的祷告 我上个礼拜六呢身体不舒服 起床了以后这个喉咙啊和身体就开始 就没有了喉咙就没有说话的声音了 I was out to the worship night this week sharing that with one of the brothers who was there 我这个早上呢在礼拜的时候 和我们的一个弟兄呢在分享这件事情 And he said you lost your voice I said yes I did 他说你失声啦 他说我说是的 He said well maybe your wife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他说也许你的太太会比较感谢这样的事情 So I did confirm that that was not the prayers of Pastor Susan 所以他跟Pastor Susan去求证一下 他是不是这样子去为他祷告的 But my voice is back 但是我的声音回来了 Stand with me if you will I hope you've enjoyed this last few weeks of addressing questions that have come from all of you 那我大家一起起立 我希望呢在过去几个礼拜的这个祷告当中呢 你能够从你的问题当中去找到答案 And may the answers we find to the questions we have Always be grounded in God's word 我们永远呢都可以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去找到我们问题的答案 Let's pray the Lord's Prayer today in unity 我们用主导人结束我们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让耶和华赐福与保护你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 祂能够保你平安 在祂的大能当中行走 上基督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明求 阿们 一起唱歌 好 我们来一起唱 我们这一周的团契歌 我有请了 弟兄姐妹 鼓励你从你的座位上走出去 然后跟你周围的弟兄姐妹 能跟我们彼此问安 彼此祝福 吕露 吕露 架软弱变为肛车 听球成为富足 霞眼的看见爱富变为跳舞 你这山蛙都填满 齐驱成为平人 在圣灵里面充满无限可能 你的能力抚逼我 战胜失恋和艰难 我相信你的恩典 完全够我用 神的恩典与降临 心来充满我们终结 在恩典深处 重担到变回其身 神的恩典与降临 心来充满我们终结 依靠全能神 没有看成救的事 依靠全能神 没有看成救的事 哈利路亚 好 各位请坐我们末导 然后期待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对 好